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学龄前儿童分级阅读 讲的是零至六岁儿童的分级阅读 两本书以大量研究数据 阐明了早期阅读的重要性 并提出了早期阅读教育原则和方法 今天 读书让我们一起走进 李潘会客厅之 对话聂振宁 各位好 欢迎来到读书 今天我们就把叶正宁先生 请到了我们的现场 一起来分享他的这本新书 《爱上阅读 学龄前儿童分级阅读》 叶老师您好 李潘你好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您看 您写的书 一本接一本 谢谢 都是和阅读有关 尤其是和儿童阅读有关 像这本书 关注的是学龄前的儿童 为什么您要专门写一本书 来关注学龄前的孩子的阅读 是这样 首先我说 我最近一段时间写少年儿童阅读 写的比较多一些 因为我认为全民阅读 必须从少年儿童做起 要养成阅读习惯 让他们快乐阅读 爱上阅读 所以有这本书叫《爱上阅读》 爱上阅读不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 是从孩子出生开始 就应该对阅读有接触 曾经国际上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家 叫巴普洛夫 他说 有人说他的孩子已经出生三天了 可不可以开始教育了 我告诉他晚了两天 晚了两天 就是说零岁到九十九岁 都应该接受阅读 这样的美好的事情 那么儿童的阅读 跟小学生的阅读 或者说学龄前儿童的阅读 跟小学生的阅读 事实上它是一体的 就所谓一体就是说 因为人出生以后就开始接触外界 接触各种信息 接触各种影响 阅读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影响 那么在六年当中 他没有很好地接触到阅读 那么到小学一年级 他们重新起步会比较困难 那这种学龄前儿童的阅读 它有什么功能啊 学龄前儿童首先第一个 比如说接触到外界的声音 对他来说也是愉悦的 使他的心智得到了开启 那个有一位很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 也是医学家 蒙泰索里 意大利 这个著名的儿童教育专家 他说出生十几天的孩子 已经很会模仿父母亲的表情 都读表情 就是读表情 所以他的阅读是什么 有时候就是阅读表情 阅读色彩 阅读一种趣味 所以在一岁以前 在一岁到两岁之间 可能都还不怎么识字 但是开始识图了 这个红的他喜欢 这个黑的他有点排斥 然后如果是更浅的颜色 他有一点反应不是很强烈 所以这时候 孩子他事实上 他都在阅读 所以是一个大的阅读概念 我不明白 您为什么要把这个阅读 还要那么细地给它分级 因为您这个书就是讲的是 学龄前儿童分级阅读 这个小朋友 幼儿园的小朋友 还需要分级吗 我是在做小学到高中三年级 十二年级当中 我们也都主张分级 比如说两岁左右的孩子 他会有声音的 学习语言的一点敏感 有敏感期 另外读书阅读色彩是敏感期 他会看各种色彩 觉得有点趣味 看哪个色彩鲜艳 就把他抓过来看 就这时候给他多读一些大图 他可能不能太精细地看图 这些大图 然后到三岁的时候 他这个时候 他要读整本书了 他要从头到尾翻 看这个故事 简单故事 四岁左右的小孩 他这个时候是数字敏感期 很讲序列 很讲秩序 很讲次序 这个时候 你得注意跟孩子 交流关于数字的一些图书 事实上对孩子都是非常好的一种心智启发 都是心智启发 也是对他们的一种教育 先导的教育 到了五岁左右的孩子 这个时候 他已经想 我喜欢语言 完整地讲一个故事给你听 你跟他讲的故事 再问他叫他复述 他有语言敏感期 五岁到六岁的小孩 语言敏感得很 这个在日本有一位叫松居直的绘本大师 他说五岁的孩子 接受了大量的语言的影响 他居然到了十几岁就成了诗人 而且很多五岁学的东西 他都能够居然就能够记得 而且问他 他说五岁多的时候 父母亲给他读了很多诗歌 就是语言敏感期 所以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放过 我们总觉得带孩子玩一玩就好了 但是不要忘记 还要读书 读书是他开启心智的 最重要的一条途径 所以您看 回头去看这个学龄前儿童 他这个阅读 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最重要的 我觉得一个角色就是家长 对 因为他说这个时候 小孩他没有能力 他不会自主的 所以家长要找 适当地出来给他看 所以这个分级的原则 或者说是 你依凭什么来分级 主要就是依照孩子的心智的 认知的发展程度 对 心智发育的程度 认知水平 进步的情况 然后来进行阅读的分级 所以如果有分级的阅读的话 可能对于孩子的这个 一个是他更加会喜欢这个阅读 对 另一方面对他的心智的成长 对他的认知的发展 都会有更好的帮助 同时呢 也对家长和幼儿园老师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指导 指导 使得家长和老师 知道怎么样带孩子 读书 所以我觉得您这本书 真的是一本指南性质的 而且拿到手上呢 就可以操作 您比方说 带有工具性 带有工具性 您看它里面 就看标题 就能解决我们很多家长的困惑 您比如说 孩子总喜欢撕书咬书 怎么办 孩子识字了却不爱阅读 怎么办 孩子看书总是走神 怎么办 孩子总喜欢重复阅读一本书 怎么办 很多很多很多这样的问题 您来回答其中一个问题 看看 这个能不能帮到我们的家长 你比方说 喜欢重复读书 孩子总喜欢拿着一本书 反反复复地读 对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现象 家长一定不要嫌烦 孩子喜欢重复阅读 这是一个可以说普遍现象 有母亲跟我说 那孩子已经读了六遍白雪公主 问她读什么书 还想读白雪公主 她女儿 是吧 为什么呢 这是经典 对他们来说都想体验 在不停地体验 她会每一次 她都有新的感受 或者说她还对家长进行新的一些校正 比如说七个小矮人 各有性格 有一个是什么 有一个是什么 有一位家长跟我说 她的孩子五岁了 她买了一千多本绘本 我说你孩子都读了 她都读了 我都带她读 都带她读 她也自己翻 我说但是你一定要注意 她最爱读哪几本 你要把那几本好好研究一下 跟她多交流 千万不要驱赶她 再读再读 读点新书 新书也要读 但是孩子愿意重复阅读的书 这很重要 说明她的心智在这里 得到了一次 很好的一种滋养 这个过程可能对孩子来说 是一种很重要的愉悦的来源 对 所以这本书实际上是帮助家长们 怎么样让孩子爱上阅读 对 最重要的是 在每一个年龄段 他都能够帮助他爱上阅读 所以时间过得快 时间过得快 咱们把学龄前儿童的阅读 今天聊了一下 其实聂先生还写了 小学生以上的 一到十二年级的孩子 他们的阅读 究竟该怎么来做 提高阅读力的十一堂课 阅读力决定学习力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